刘强娜娜我是妍妍 最后高照我是露露 是我们看一下互联网 互联网已经走入了我们的生活 那么在新加坡呢 其实互联网它升级到了 它升级到了一些我们 有些时候是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 竟然它也有互联网 对啊 就连一个垃圾桶都是可以上网的地方了 在新加坡的一个叫做乌节路 Ochard Rube应该是 然后它就新设了10个智能垃圾桶 那这个垃圾桶 它除了可以接受路人丢弃的那些垃圾以外 它也能够发出信号 成为那个无线网络的热点 就是我们所谓的WiFi hotspot 就让一些公众可以随时上网和亲友联络 那我觉得这个很棒耶 因为有时候我们游客过去 就不用买特地去买那个卡了 你就可能站在那个垃圾桶隔壁 然后你就上一下网查一下路 看一下资料 那你就可以走 因为它这个只可以用15分钟 每一个人就可以用15分钟 但是它有10个 那你就可以用很久了 就一个人 他不能够连续用 但是我隔一个人 我再用还是能够有10分钟的 是吗 对啊 可是如果你要一直换来换去 就好麻烦 但同时这个 它 还有什么别 别样的其他的一些 我们可以利用到的好处吗 这个 这个它是 这个垃圾桶 其实它是用太阳能的 然后它是可以 就是 它可以压缩那个垃圾 就是如果 很像平时有时候 我们垃圾满了 我们要去倒掉嘛 这个垃圾桶 它可以把那些垃圾都压缩掉 所以它是可以放超过 就是比普通垃圾桶 多8倍以上的垃圾 OK 那我们就是这个垃圾桶上网 它是不是有WiFi密码呢 在这里 还是不需要WiFi密码 就是直接连的 连网的 它这里具体它是没有写 但是它是有写 你可以选择就是 FreeWiFi at Orchard 就是那个选择的 这个无线网络 然后你再通过 个人的面子书 以及一些 那个微博的账号 来使用这个无线网 就是你还是要登录 可能它就不需要 那个password 就像我们在机场 然后你就要先 register它的那个 就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是比较方便 是你可以直接用 那个面子书 或者是微博的账号 是 所以挺方便的一件事情 这样子有助于游人 尤其是有助于 游人到当地去旅游 没有这个手机卡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去上网 这个时候呢 这个垃圾桶方面 你就可以上网了 真的 什么事的 垃圾桶旁边 因为大家上网要找一个舒适的环境 是吗 要找一个有座位的地方 然后坐下来 去上网去查找一些东西 那如果是放在垃圾桶 垃圾桶上有WiFi的话 我们就会站在垃圾桶旁边 然后去上网 然后去找一些东西 那么垃圾桶里边的一些异味 就飘出来了 让你闻到 可是我感觉 就看照片 这个垃圾桶就好美 就跟普通的垃圾桶 真的不一样 它就感觉比较高级一些 然后这个互联网 其实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是从早上11点到晚上9点才可以用 就过了这个时候 它就没有 它也要休息了 OK 那么什么时候我们都能够用的 我们看好像似乎来临的周日 也就是这个周日 对吗 所以周日我们就可以 它们是投入使用了 不妨大家去尝试一下 看一下 体验一下 写出一些心得感受来 给大家分享 真的 感觉就 就很新鲜 很特别 因为新加坡 它一直都在出那些 无人车啊 那些 我觉得它连这个垃圾桶 是WiFi的Hospot 我觉得它真的 它好创新哦 是这个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新加坡原创了 我们再 再搜一下 然后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互联网 互联网确实不仅仅新加坡 然后世界各个方面都 好像似乎大家要进入互联网时代 也就是我们的Information Age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当中 我们要注意哪些这个行为守则 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现在就是在中国义乌 乌镇不是乌乌 是乌镇 有互联网大会开幕了 在这个开幕的过程当中呢 习近平他也说了一些 对于未来互联网发展的看法 习近平他就在 他就发表一个视频的演讲 他就有讲说 他要坚持这个网络的主权理念 然后就推动全球互联网 治理上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 他之前呢 也在这个大会当中 也是在前一阶的一个大会当中 也是互联网大会 他提到了说 四项原则 五点主张 但具体呢 我们也不知道那些主张是些什么 但是现在这个互联网 就是他说了 他说中国愿意国际社会等一起 坚持以人类共同福祉为根本 坚持网络的主权理念 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 推动网络空间 实现平等尊重 创新发展 开放 共享 以及安全有趣的目标 这几个目标啊 实现起来 说容易也容易 说难也难 因为你看我们看一下 平等尊重 那平等尊重要 需要的是什么 平等尊重就是需要的 大家不要在网上互相辱骂对方 这是平等尊重 感觉有点难耶 这个 老爸你一个新闻下边 然后你留言 留言的过程当中 你也要保持平等尊重的态度 不能随便骂人 不能随便骂人 感觉你就可以说好话 你说好话 那就不是 有可能不是自己的心声了 但是骂人就是 表达自己的心声吗 没有啊 就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新闻 就是特别让人感觉愤怒 然后你就想要就是骂一下 纯粹只想发泄 但是你要尊重这个平等啊 那你就不能骂了 然后你就要接受那个愤怒的 是不是 感觉也不对耶 其实要是 我感觉这还是蛮对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见到一个 你不太喜欢的人 你直接就骂他吗 我们不会对吗 我们还是就是建立在 你尊重我 我尊重你 我哪怕我不喜欢你 但是我心里有知道 但表面上我会给你尊重 我会给你一个 一个平等的一个机会 会尊重你 来去进行我们的对话 所以在网络空间当中 似乎因为网络空间 他不是一个人对吗 他是一个虚拟空间 所以你骂谁 谁也不会愤怒了你 或者是谁也不会 人也不会给你生气 对你也对骂 大不了他们就是开了 很多很多的匿名户口 然后就一直对骂 一直对骂 所以这个是尊重 平等尊重 另外是创新发展 就是在网络空间当中 有些新的一些功能之类的 这些创新发展 还是多方面 多角度的去理解了 然后还有开放共享 开放共享的 相信这个很多 就是它会缩短 我们精英阶层 跟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 也就是现在 你像是哈佛的一些课程 公开课 哪怕你都不是 哈佛大学的学生 你在网上 你付费的话 或者不付费的话 无非它有免费公开课 你可以去听那些 教授的讲解和课程 所以其实网络 某种程度上 它是拉近了 精英阶层 与平民之间的 这个距离 这个就是共享开放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了 希望这种共享开放 它也不仅仅是局限于 经营阶层 它也是为普通 普罗大众开放的 另外一个是安全有序 相信这个安全有序 对于中国来说 它就有一些法律法规 需要出台了 因为在中国 好像是不能上面纸书 然后他们就只有微博 然后也没有Google 对 Google 你要上的话 是有些困难 你要拿谷歌发邮件 因为我们现在好像的邮箱 都是谷歌的邮箱 然后你用谷歌的邮箱 发邮箱就很困难 因为中国不太支持 谷歌的这个 后台的一个运作系统 它比较就是支持 本地的本地的这个产品 所以百度是就是 是大家所常用的 还有其他的邮箱 也是大家163之类的 也是大家所常用的 但其谷歌是经常 不会被大家所用的 然后那也不能够上Facebook 也不能够上Twitter 如果你想上也是可以的 通过一些翻墙的一些技术 你也是可以上的 但是翻墙也是需要付费的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但是同时呢 中国也有自己的这些 一些社交媒体 你包括微信啊 你包括微博啊 这些社交媒体 那么这些社交媒体 那么究竟怎样去监管这些 使我们的网络社会 使中国的网络社会 更加平安一点呢 那么最近呢 中国当局呢 也通过了备受争议的 这个网络安全法 这个网络安全法 它究竟怎样可怕 或者是说 它将在明年6月1号 就是生效的一个法律 它有哪些规定呢 它除了就是可以 就是承治这个网络恐怖的袭击 网络的这些诈骗等等 行为以外 它也可以赋予了政府 在紧急状态下 就是断网的权利 让它可以随时的 把你的网络给卡掉 是的 你就随时随地 就不能够上网了 因为你随时随地 就不能够外界沟通了 我有些朋友在新疆 等会我们要说到新疆 然后在新疆 他们生活 当发生这个暴力袭击 暴力案件的时候 是716吗 是哪一个日子忘了 那个暴力袭击案件的时候 整个他们电话也打不通 就你要打电话 打不出去 也许电信这方面就关了 那么你要上网也上不了 也许网络这方面也关了 所以你要跟外界交流和共通 完全失去 感觉就好恐怖 就是这种状态 所以在维稳 在维稳的过程当中 似乎这是一个很必要的手段 或者是说政府官方 需要采取的一种手段 我感觉如果这事情发生在马来西亚 应该时常都被关掉 我们的网络时常都被卡掉 这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那么这个 所以其实这个网络安全法是 一个刀两个印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一方面他能够真的管制网络的这种 绿色清洁 没有谩骂 然后大家尊重手法 然后网络行骗 然后色诱等等网络的这些 一些违法的事情 可以避免这些网络违法的事情 或者是说发生的话 通过这个网络安全法 可以依法去办理这些事情 另外的一个刀印呢 他就是有利于国家的这种 稳定的管控社会 社会的这种作用 所以他他是 或者稳定的管控社会 另外的一个词呢 如果是用民权角度的一个理解呢 就是管控每个人的言论 言论自由的权利 所以呢 这是一刀两个药 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新疆 我们再看一下新疆发生了些什么 新疆呢 最近发生了 暴风雪 是中国新疆省的一个达成 然后阿罗泰啊 等等的一些地区 他们在近日了 其实也不只是新疆 埋西亚最近也是一直下大雨啊 然后也有盐水 那中国新疆的这几个地区 他们也是出现了一些暴风雨 而且这个 就是除了暴风雨 还有那个雨雪的天气 那就导致到这些地区 就发生了一些暴风雨 大暴雪的状况 然后就导致到有大概 5400人的受灾了 嗯 是 最近极端的现象经常出现 不仅仅是新疆一个地方 它是大大的大风雪 和暴雨 其他的这个地方 也下了很多的这个雪 然后南方是下雨啊 北方呢 就是下雪 这么一个天气 不过我还是特别特别 希望看到下雪的 呃 因为长时间生活在这个 温暖热带地区 很希望能够在冬天的时候 然后下着雪 下着雪感受一下雪花的重量 呃 落在自己身上的重量 然后戴着绵绵的帽子 围着绵绵啊 毛毛 应该是围巾围脖是吗 围巷围脖 然后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的那种感觉 是 踩着雪地上 咫咫咫咫的响 走不到了 然后又很冷 嗯 啊 那种感觉 其实我没试过啦 我们下次可以约去试试看 是 所以可以去哈尔滨看看